你就慢慢压扁了 然后调到一样的形状 老师正在指导小朋友 捏苏大眼怪的嘴巴 这看似黏土DIY教学的课程 其实是现正流行的翻糖DIY创作 不仅黏度重量都与黏土不同 差别最大的就是这些材料 统统可以吃 潮州中心希望以这特别的体验 带给孩子不同于以往的甜蜜暑假 那我们潮州中心 一直在致力于家庭服务的工作 那对我们潮州中心的 弱势家庭的孩子 非常的想要给他一个非常新颖 然后让这些小朋友 在暑假有一个充实的生活 那我们所以特别在这个暑假 引进了这个对翻糖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新颖的课程 让我们潮州中心的小朋友 透过这样的创意想象 还有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 能够有一些团队的精神 特地南下授课的老师和黎毅强调 学习翻糖相关课程 价格都相当高 另外翻糖蛋糕也不便宜 偏向落实孩童几乎没有机会 可以接触这项新兴烘焙艺术 因此特地开办课程 不仅要丰富暑期生活 也期盼让他们增广见闻 并提升多元技能 翻糖就是每一堂课价值都不费 可能都几千块以上起跳 甚至一些比较花时间的 可能几万块都有 然后借了这次就是 潮州中心的苏凤姐 她邀请我来就是开这个课程 其实我有点小担心 因为怕小朋友不知道可不可以 学习到一些我所想要教的东西 然后可是刚刚看他们在做一些东西 想说训练他们的手指的灵活度 然后可以培养一些他们的耐心 跟细心的程度 他们也是 我也是觉得教了他们 觉得看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很美 也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尤其现在翻糖已经是 蛋糕材料的一个装饰的 一个比较前卫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弱势孩子们 能够首先接触 也能够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一连六场次的翻糖DIY 让孩子亲手操作 期盼他们能从中了解翻糖蛋糕的特性 也能训练细心耐心自信心 激发创意及想象力 同时也能透过互动学习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成长茁壮 评冬新闻不停 魏德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